来讲一下线性带数相关的一些概念 那么就从向量与矩阵开始 在这一小节当中呢 我们会介绍这样的几个概念 首先我们从标量开始 这个名字听起来好像有点学术有点神秘 但其实它就是一个单独的数字 我们认识数学就是从标量 也就是数字开始的 我们刚开始数东西 12345 那么如果再严谨一点的话呢 我们给这个标量啊 它的定义要明确定义欲 比如刚才我们说小孩开始学数数 其实隐含的一个条件就是 学的都是要整数 比如N属于N 它就都是定义在整数上面 比如我数着这个指头 我只会说12345 不会说我有3.5个指头 那听着就有点血腥 那么也有可能是定义在实数 这个欲上面 那就是S 数于R 当然这个小S和小N 是标量的通常写法 你可以换成别的啊 这个都不要紧 那么大写的R和N呢 一般就表示十数还有整数 那么这个标量呢 我们不需要做过多的解释 重点来看项链 项链呢 是有序的一列数 它其实也可以认为是一个数组 是由多个标量组成的 并且要注意它是有序的 我们要关注它的排列 那么为什么要有序呢 通过这个次序啊 作为一个所以 我们就可以确定向量里面的每一个标量 比如说这样一个向量 X 它是一个vector 等于X1 X2 中间可以有任意多个 一直到XN 我们用一个方括号 扩起来 那这一个向量啊 我们看到里面的每一个数 有一个右下角的角标 这个角标就是缩影 当我指定X2的时候 我知道这个限量里面第二个数字是谁 就可以唯一确定 那么有一些游戏玩家同学们 可能也知道这个vector 还是一把枪的名字 一把冲锋枪 这个特点就是子弹没得特别快 那如何来认识向量 为什么要有向量呢 我们不妨从一个几何啊 这个一个角度来看 比如现在我在一个二维的坐标系里面 有两个点 有这样的两个点 一蓝一红 自古红蓝出CP 这两个点 我如何来表达它们呢 通过纵横坐标 两个数 那这样的一个坐标 我其实就可以写作向量的形式 那么与向量直接相关的 就是一个箭头 这箭头就是从00开始到这个坐标点 那么比如A 这个点A 我可以写作一个向量A 它就等于23 因为横坐标是2 纵坐标是3 B呢 32 这里大家就可以看出来 为什么次序很重要 次序很重要 因为23和32 它是两个不同的向量 它是两个不同的向量 虽然组成它们的标量 就是那两数 但是你组合是一样的 你一排列就产生差异了 这是我用向量来表示坐标轴上的点 那么也可以想象一下 这是一个平面坐标系 我如果换成立体坐标系 空间坐标系 那向量就会变成三个数 对吧 有可能234 可能432 那这样的话 你这个次序的排列可能性就更多了 好 那么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 我们可以把两个标量加起来 对吧 也可以相减 还可以乘除 我们先不考虑乘除 就看这个加减 我把两个向量可不可以加起来 A加B A加B表示什么呢 在几何上来看 相当于做了一个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 这本来是两个向量 对吧 它表示的是两个有向的这种线段 那么相加的话呢 就是用它们做一个平行四边形 然后这个对角线 就是A加B所构成的新的向量 你可以认为是平行四边形 你也可以简单一点 认为是把这两个呢 平移到上面来 平移到一起 首尾相接 当然方向不变 方向不变 把这个B移到A的这个头上 首尾相接 然后构成一个三角形 也是一样的 或者你说把A平移过来 接上B构成一个三角形 那其实都是一回事 那么如果从代数的角度来理解 应该怎么算呢 刚才我们说的啊 这个向量本质上它是一个有次序的数组 这个次序啊 我们也可以说的更加严谨一点 可以叫做维度 这么说可能是不是大家有一点这个感性的认识了 维度 我们现在说这个图上的平面坐标系 是一个二维空间 我们现在经常说这个二次元 什么叫二次元呢 其实就是日语里面的二维 那动画片漫画这些人物 他都是画在一个纸上的嘛 画出来 所以是在平面里面的 叫二次元 三次元呢 三次元指的是我们现实世界 现实世界是一个三维空间 有立体的三个坐标 如果你被这个三体里面 这个外星人啊 用这个二相波给打了 打完之后你就永远的加入了二次元 那么说到这个维度啊 它其实也是有几何意义的 我们看这个A等于2 它其实就是在这个坐标轴啊 对应的这个尺度上是2啊 距离远点的位置是距离是2 那么三呢 就是在Y这个轴上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向量 它是有次序的数点 你不能倒过来 那么每一个维度啊 就好比是一个坑 这个里面的标量呢 就是里面的萝卜啊 一个萝卜一个坑 那我们说两个向量相加呀 可以是 就是对应维度上的标量相加 那么A加B是什么呢 就是啊 23加32 等于2加33加2 等于55 组成这样一个新的向量 有了加法之后呢 我们很自然就会想到减法 减法 从代数角度来讲啊 你只要把这个A或者B啊 它们一个符号 正符号 只要变过来 计算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重点还是看一下 它的几何意义 这样更有助于我们记忆和理解 那A减B 比方说 A减B表示什么呢 首先它也是一个向量 像两个向量加减得到的结果 都还是向量 那么A减B这个新的向量呢 它是由B 由B的这个末端啊 指向A 所以说 谁呢 是减号前面的箭头 就指向谁 谁就是末端 那其实这也构成了一个三角形 A减B怎么来算呢 那都很简单了 对吧 把这里的正号 改成负号就可以了 就是 负1 1 那么这个 它在第一个维度上 是一个负的 说明它整体上是向左边指的 第二个维度上是正的 它就是一个向上 那么因为 这个我们看 负1和1 它们这绝对值是一样的 所以它这个角度呢 正好就是一个 135度 这么一个角度 那么向量啊 还有一个性质 叫做膜 这个膜 可能不是特别直观 不是很好理解 如果我们说这个膜啊 就是向量的长度 可能就比较容易明白了 当然这个长度啊 不光是我们在三维空间 或者二维空间里面的 看到的这个长度 物理上的长度 它可以推广到高维 那么举一个例子 在这个二维空间 或者说平面里面 这个一个向量 跟它对应这个维度上的 这头影 实质上构成了一个直角三角形 对吧 那通过勾股定理 我们如果知道了X1 X2 那斜边的长度 也就知道了 当我们要推广到更高维空间的时候 规律是一样的 这里X1是X2 如果你还有三维 就加上X3 如果还有其他的维度 就是到Xn 最后呢 加起来之后 再开一个根号 就是相当于广义的 向量的线段长度 那么之前说了标量 再介绍了向量 那么标量和向量 什么是不是也可以 可以混合在一起计算呢 比如说我们先从 比较简单的加法开始 比如说A是一个N维的向量 S呢 是一个定义在 实书域上面的标量 那S可不可以加A呢 当然是可以的 那么S加A 什么意义呢 就是在A的每一个维度上 都加上这个S 这个标量本身它没有维度 刚才我们说 这个向量相加呀 你必须这个维度是对应的 二维向量加二维向量 三维向量加三维向量 那现在呢 S这个标量相当于是一个零维向量 零维向量呢 它跟什么其他的都可以加 现在就是把这个S 推广到所有的维度上 我们也把这种机制呢 叫做广播 你看S加A 相当于在1 2 1到N 每一个维度上都加上个S 那么乘法行不行呢 S乘以A 规律是一样的 我们在每一个维度上 都乘上一个S 这个向量乘以一个标量 它的几何意义 大家也可以考虑一下 几何意义就相当于是 保持方向不变 在尺寸上进行了缩放 你比如这个S如果是一个2 你把一个向量乘以2了的话 它方向并不会变 长度被拉伸了两倍 表现在这个向量展开啊 这个数组上 那每一个维度上都要乘以2 这个比较直观 那么我们刚才从标量 推广到了向量 现在我们沿着这个思路啊 继续推广深维 我们于是就得到了矩阵 矩阵呢是一个二维的数字 矩阵本身就像Excel里面 那个表格一样 一行一行一列一列 那么如果你想找到矩阵里面的某一个特定的元素 你需要两个所以 一般我们把这个矩阵啊 写作大写字母 那么假设说一个高度为M 宽度为N的一个实数矩阵啊 那么高度和宽度分别是什么呢 高度其实就是它有多少行 宽度就是有多少列 我们也可以把它认为是啊 若干个列向量 或者是多个行向量组合在一起 就是你看数据 一个标量 一个数值 我们说它是个零维的 向量呢一维的 矩阵呢二维的 那么矩阵里面的每一个元素 它的下标就要有两位 两位其中前面这一位呢 表示它在第几行 你看第一行 它们的这个下标呢 开头都是1 都是1 后面呢代表的是列 那么A11 就是左上角的这个 MN呢右下角这个 AIG是一个通用的写法 DI行 DJ列的这个元素 一交叉 你就会去到其中一个 这个元素呢 AIG 那么矩阵的话呢 其实这个MATRIX含有很多 一个著名的科幻片 黑客帝国里面提到的这个矩阵 就是MATRIX 那么矩阵可不可以相加呢 也可以 相量都可以相加 那么矩阵是向量的推广 它应该也可以相加 但是这个相加是有条件的 不是说随便找两个矩阵 加起来就完事了 两个能够相加的矩阵呢 它的形状必须一样 所谓的形状一样 就是宽 多少列和高 多少行 都一样 那么在满足这个前提条件的情况下呢 矩阵相加 得到的是一个新矩阵 这个新矩阵的内容呢 就是对应位置上的元素相加 比如 C等于A加B 那么这里暗含了一个条件啊 前提就是A和B 都是宽 M高 N 那么C的每一个I和G 这个位置上的元素呢 就是对应位置上 A和B 加起来 我们呢 看一个用Python 简单实现的一个例子 我们看这里A 假如说它是 123456 在这个代码里面呢 它的写法是方括号 最外一层 里面呢 又是两个向量 把两个向量 又用一个数组给扩起来 于是就变成了一个矩阵 第一行是123 第二行是456 那么一样的方法 我再定义一个B 第一行是654 第二行是321 好 这两个矩阵可以直接相加 因为它们都是啊 两行三列 加完了之后啊 777777 因为我是倒过来写的嘛 所以对应位置加上 和都是7 简当然也没有问题啊 1-6-5 2-5-3 3-4-1 4-3-1 你只要对应位置 加减就可以了 那么矩阵 可不可以跟标量进行运算呢 规律跟刚才向量和标量是一样的 你给矩阵上加一个标量 就是给所有元素啊 全部都加上一个对应的标量 乘的话也是一样啊 都把它给乘上这个标量 这也是广播的一个机制 那么如果我们再继续推广下去的话 刚才有了 scalar vector matrix 一维 零维 一维 二维 再继续推广下去的话 我们就可以得到三维的数组 三维的数组我们叫什么呢 叫tensor 中文是张量 不是那个麻辣烫那个张量啊 这个量是啊 就是标量向量的量 那我们看首先 这个括号的数量啊 变多了 变多了 张量里面啊 我们可以看作是啊 两个矩阵啊 放在一起 或者是啊 把这个向量排成二维的放在一起 哪一种认识形式啊 都可以 我们看如果你把矩阵里面的原先的标量换成向量 它其实就变成了一个实质上的张量 三维以上的我们都叫张量 就是高维张量 就不再起新的名字了 那么Google有一个用来做深度学习的框架啊 叫tensorflow 指的就是这个张量啊 那么整个人工神经网络在计算的时候呢 有很多张量在里面啊 进行一连串的计算 就好像在流动一样啊 叫做flow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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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